不少社福機構一直要求設立低收入津貼 陳嘉欣與關注團體和低收入家庭談過 他們有甚麼意見? 我們由今早開始已經與關注團體一齊直擊施政報告 下午也走訪幾個劏訪戶家庭 他們一聽到消息時都顯得相當高興 但看看他們自己的月入時 就一場歡喜一場空 因為部分人只是能夠拿到半額的資助 甚至是拿不到 所以他們都希望政府能夠將申請門檻調低一點 住在深水埗大約100呎通房的黃太太 每日都要走九層樓才回到家 家裡有一兒一女的他 全靠先生月入的15000元 維持整個家的生活 政府宣布津貼低收入家庭 根據2012年的入息中位數 黃先生的月入較全額津貼申請門檻多出600元 即是拿到半額津貼 即是大約1300元 幫就不幫到很多 不過說過沒有 如果多了1000多元的話 就可以拿來給小朋友去補習 不過養活一家五口的謝先生就沒那麼幸運了 月入大約是18000元 超出申請門檻240元 半額津貼都拿不到 由天上跌落地 即是非常失望 你試問你翻小日工已經足夠了 為何你不去拿 我說我是無心去 專門拿這件事 我也無心去欺負這件事 靠我自己 有關著團體就說歡迎措施 但是期望門檻更加低 譬如說入息中位數60% 就可以拿到全額 而70%就可以拿到半額津貼 這是更加理想的 因為這樣的做法 可以更加鼓勵他們 更加積極去工作 避免了他們考慮到 可能收入到一個水平之後 可能不見了 就沒有政府這部份的補貼 現行有交通津貼 可以用個人身份去申請 政府解釋 申請人將來可以同時申請低收入津貼 但是如果以家庭為單位 申請交通津貼的話 就不能同時申請低收入津貼 對於政府的解釋 賀喜華表示歡迎 他重申交通津貼是不能取消的 因為這種津貼 至少令到一人家庭 仍然受到一定程度生活的保障 至於二人或以上家庭 他都認為應該是二擇其一 我們先報道到這裏 先交給新聞報 好啊